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 曾是江泽民六叔江上卿的老部下 深得江上卿提携之恩 为了报答这个人情 大力推荐冒充江上卿杨子的江泽民为上海市长 85年中共执行物价闯关 江泽民刚到上海时 日用品价格上涨17%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 因为胡耀邦主政改革派占上风 江泽民洋装改革派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 学生们轻信了他的谎话 当时中国民主萌扬 中国科大副校长方立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 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 当时在从属中华民族的台湾 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 14年后 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台湾 86年底 科大党委不准许学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人大代表竞选 直接引发学潮 席卷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 提出政治改革和民主要求等 江泽民故技重施 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志立 去学校发表演讲 他带着老花镜 摊开一张纸 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的陈词烂调 引着学生们虚声一片 开始喊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虚的最响的学生 声色俱力的说 你虚我是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 大风大浪我见的多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敢上台来吗 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 这一下 十几名学生分寸上台 拿着麦克风 谈他们的民主观点 和江泽民面对面理论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 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 江一边尴尬的陪志笑 一边后退到讲台边上 趁着大家没注意 让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志立 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 以便秋后算账 江泽民等学生们讲完了 又装出一副对民主了解颇多的样子 背诵头天晚上墙记下来的美国宪法开篇部分和林肯的演讲 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 再也没有把话筒给学生们 学生们情绪激动的和江泽民对峙 江两腿发软 谎称有外事活动 慌忙逃离会场 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 流了很多血 江顾不上包扎 用手捂着额头钻进汽车 这个笑话在学生中流传了很长时间 江泽民一回到办公室 就亲自打电话 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有生 让他到陈志力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照片 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 江泽民和学生对话的第二天 学生们涌上街头 游行集会 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 将紧急调填两千名警察 强行抓捕疏散学生 学生们一哄而散 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药 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那些被陈志力拍下照片的学生 不是同一年级的 毕业时间不同 身为市长的江泽民 竟然一直追踪那些学生 利用中国大学的毕业分配制度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 才算完 江泽民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刊物 除了舞会 不许搞学生机体活动 用声色拳马 转移学生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 使学生只知享乐 不问国事 因此八九年学潮 其他院校的学生都游行时 上海交大的学生 还在天天开舞会 八五年 江泽民上任上海市长 为了自己的政绩 不顾百姓死活 八六年上缴国税 一百二十五亿元 是广东的五十倍 结果上海发生了菜篮子危机 当全国市场丰富时 上海许多东西 还要凭票购买 上海是几位中共大脑 每年过冬必聚的地方 包括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 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 他们都是保守派 江泽民是个铁杆的保守派 毕恭毕敬地伺候陈李 中共中央一级的领导生活作风 绝大多数很腐败 当年有个所谓中南海文工团 把一群美女关在中南海 专门陪毛周等寻欢作乐 李先念也不例外 他在上海有个二奶 是个护士 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陈云 李先念 和邓小平矛盾很大 可江泽民 也不敢得罪邓 胡耀邦的改革理念 与保守派格格不入 保守派早想动作 但胡有邓小平支持 86年的学潮落幕了 邓小平发表了旗帜鲜明的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胡耀邦 其中有直接针对上海的说法 江泽民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表白自己 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 恰好 李先念来上海过冬 江本想问胡的事 一起吃饭时 李却提到要过生日了 江泽民不关心人民的菜篮子 可却熟记这几位大佬的生日 心里纳闷 李的生日明明是一九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怎么这时过起生日来了 江泽民醒悟 这一定是李在上海的二奶或私生死过生日 不敢怠慢 回家后赶紧买了个大生日蛋糕 悄悄摸回李的住处 恰逢李再接见别人 他只穿着一件薄大衣 站在雪地里等了四个小时 才善善离去 李先见的访客走后 警卫把江泽民买的蛋糕送进去 并说江在外边恭恭敬敬的站了数小时之久 李感动得不行 连说小江不错 现在这种人很少了 因为赵克周到 以至于有传闻说江是李的女婿 八七年 胡耀邦被迫辞职 胡要为老百姓说话 就会威胁到中共专制 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 是共产党最需要的 渐渐的成了党内大佬们注意的对象 胡耀邦下台后 上海市委书记锐姓文终于被挤走了 锐是改革派 和江泽民因为工作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摆平矛盾 赵紫阳任命锐姓文到中央去做书记处书记 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坐满 江泽民马屁开到山响 可把上海整得一团糟 邓小平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隆基 到上海收治残局 让江任市委书记 朱很有才干 个人魅力十足 很受邓的器重 朱隆基到上海后 工作成效很大 上海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大祸人心 江泽民非常妒忌 就常敲些人事关系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找机会严厉训斥朱隆基 使朱隆基非常委屈 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 1987年11月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 擅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 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1992年 朱隆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 1998年 朱隆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 那时不学无数的江泽民 已经担任总书记 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江泽民正事做不了 但吹的功夫确实一流 自然深知媒体的重要 在上海发行的报刊 很多都是全国性的 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佬们看到 所以将把工作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 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江泽民对媒体的关注近乎一个偏执狂 他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 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 不过 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 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中悬要他的英文 不恰当的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面貌一词 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的将faces用面貌代替 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的懂事 江泽民却大发脾气 江泽民喜欢作秀 上海新客栈是江主抓的面子工程 附近的水管破裂 一年都没人管 他亲自过问 当天就修好了 记者徐景根在人民日报上为此发表文章 批评他作秀而忽略全局 江暴跳如雷 专门开会批判解放日报的记者徐景根和他的上司 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 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 从此以后 上海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八九年 中国国内矛盾尖锐 胡耀邦逝世 引发了八九学潮 全国各地学生 纷纷举行大规模集会 游行 请愿等 呼吁政府整治腐败 促进政治改革 使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 胡耀邦的地道会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一是 留阳尚昆主席主持 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 江泽民 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 一面送去花圈 以示悼念 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 秦本利 是一位七十多岁 很受编辑尊重的老知识分子 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 在三十多万高层次读者中 信誉很高 在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 影响力极大 世界经济导报 准备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 主编秦本利认为 悼念文章应有实质的东西 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 江泽民赶忙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 市委宣传部长陈志利去阻止 遭到秦本利的拒绝 江泽民又搬出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 江泽民声色俱力的 要秦本利删解一些内容 汪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秦本利 而此时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发出去了 导报的编辑们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政治知识的支持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后 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 停止秦本利的领导职务 4月27日 江泽民派刘吉陈志利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 进驻导报 整起人类不比江手软的陈志利 对江泽民言听计从 他遣散了导报员工 还特别下禁令 不许导报的编辑 再做记者 秦本利 癌症晚期 起过来床时 江泽民的亲信陈志利笑眯眯的去了病房 大声宣读了对清本利的党级处分 他不但要刺激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早些死 还要他死也不得安宁 中共政权缺乏合法性 不像民选政府 可依法平稳完成权力交接 因此 如何维持独裁宠治 寻找合格的总书记 就成了重要课题 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 使党内大佬们感到 这才是接班人 请不吝息